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一門課目是普通化學 我是老師曹俊文 這個是我們這個學期的教學大綱 這個教學大綱呢 希望各位同學花一點時間自己去了解一下 現在呢來介紹我們的教學內容 我們的教學內容呢 每一個每一週呢 基本上的進步大概是這樣 第一週先課程的簡介 然後呢來介紹我們整個化學的時間 第二週呢來教導各位同學 測量跟問題解決的方法 第三 第三週我們來介紹物質跟能量 第四週介紹原子和元素還有週期表 他們的相關性 第五週介紹分子和化合物的一個差異 第六週開始介紹我們的化學組織 第七跟第八週我們來介紹化學反應 以及化學反應的一個計算 接下來我們其中評量 第十週開始我們介紹化學見解 第十一週介紹氣體 第十二週我們介紹原液 第十三週我們介紹酸和鹼的一個概念 第十四十五週呢我們來介紹化學的平衡 那當然化學平衡不需要先對化學反應 那有一些基礎的了解 第十六週我們來介紹氧化跟反應 那接著下來有時間的話我們另外介紹和化學的一些代言 然後呢就是我們的期末卡 以上呢是由我曹英俊文老師呢為各位同學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地學習 謝謝各位